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 新子智库的第21集 这一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们人生里面 往往都会很 在一个十字路口里面 是一个难以取写的地步 正如我们很多时候 在五合小说里面 都会说到一件事 就是说人在江湖 心不由己 有时有些事情 做又不是 不做又不是 总之就进退两难 那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 昨天阿Kiem就看到一段 小小的一段经文仔 那里面我觉得是颇为有意思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因为阿Kiem在传福音 或者传道的 绝对不是 但如果看完这一集 大家都可能会有 若 他会有多少的自己去反思 那这里最主要取写 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那里面就说到一件事 因为在希律王 其实希律王只是一个极图 有很多位皇帝 希律王是一个 在那个期间里面 一位皇帝 不同期间有不同的希律王 他有其中一位 那这位希律王 他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王帝 那这位皇帝 或者这位皇帝 他一早已知道耶稣 这个人 他也有很多神迹 听到很多这些消息 他也知道 有一位叫 施洗约翰 因为约翰人有很多位 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但有一位先知 他曾经在加利利河 那里就帮耶稣洗礼 那我们就简称他为施洗约翰 那这位施洗约翰 后来就死了 死了之后又复活 他听到这些消息 希律王 但是那些人就说 那位不是施洗约翰 那位是另一位人 就是叫做 这个以利亚 那 亦都是其中一位先知 那这个以利亚 一想起以利亚 这个希律王就想起 他会不会是我上次 杀死了那位施洗约翰 那但是为什么会 杀死了这位先知 这位施洗约翰 其实是一段故事 是之前因为希律王 他是喜欢自己 有一个兄弟的一位太太 那大家都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在古代也是一样的 无论哪个国家都好 他都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 不可以去娶自己兄弟的太太 因为这一样东西 是视之为 叫做淫乱 是绝对不可以 不容许他这样做的 那当时呢 在施洗约翰 最初呢 未被 希律王杀死之前呢 他呢 就的确说了一句说话 绝对对于这件事呢 他说他想去娶这位 他个 他个 兄弟的太太 那他说 绝对不能够 因为这一样东西 是犯了监任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那希律王心里面 当然不喜欢 听到这些东西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 他觉得 忠言逆言 他觉得 他不想听 他甚至乎想杀死他 但后来想想想 他始终是一个义人 聖经里面说的义人 就是一个圣人 就是一个行二路的人 就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圣人 那怎么都是一个义人 就不能够杀他 那甚至乎 都是听他说 都还不保护他的 那有一天 那希律王生日了 那他呢 就是一个女儿的 那女儿呢 就出来了 跳舞了 跳舞 跳得很高兴 个个都很开心 他忽然间呢 就跟女儿说了 希律王就说了 他说 我想赐一些礼物给你 你要些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你的 那他不单止说一次 后来呢 甚至是发了世 就说 你要的东西 即使是要我一半的江山 我都可以给你的 那样 那后来呢 这个女儿呢 就去问 她的妈妈 那个妈妈呢 他所谓希律王的女儿 那其实那个女儿呢 那个妈妈呢 就正正是她那个 那个兄弟的妻子 那她的那位兄弟就叫地力 那那个妻子就叫希罗底 那他就去问那个妈妈 那妈妈就说 我就要施洗药行的人头 那这个情况下呢 希律王就知道 慘了 说错了 那他就在想 如果 如果 我不发誓 那什么事都没有 就不用进行这一件事 但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君主 说过的东西 言出必行 不可以说过 就说 我说错了 那就算了 我收回 我不送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也不行 而且他还在起誓 所以他迫着一件事 就立刻叫那些士兵 就说 那你们就去拿希律 就去拿这个 施洗药行的人头回来 那其实呢 斗其是 施洗药行已经被捉到 这个监仓里面 就在监仓里面 就被人砍了头 就把头包到盆里 拿上去捉手 那 那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 是很矛盾的 希律王一方面 他又很欣赏这位姓人 这位二人 就是施洗药行 但反过来 他听到一些他不喜欢听的东西 他又很讨厌他 他很想杀死他 但当他想杀死他的时候 他觉得这是一个二人 不能够杀 不能够杀 不可以杀他 那他就 甚至乎 还开始都 我不喜欢你而已 但我都照听你说 你也你说 他都照听 施洗药行说 但最后 那个女女出来 跳一支舞 跳完一支舞之后 他就说 我赐一件礼物给你 那一路都 没什么 那他又没有反应 那他再说几次了 还起了小 当他起完小 然后才 他也想不到 女女会自己 没有什么 想要 反过来 去问他妈妈 问他妈妈 究竟要什么 他妈妈 他觉得施洗药行 都阻止了 令到他不可以 直接做了 这个 希律王的太太 就是这样 妻子 所以 他就说 说他 就是这个施洗药行 至乎 因为人头 但 当 这位 希律王 要下指 下命令 你和我杀了 这个施洗药行 的时候 的确是一个耐性的挣扎 这是在圣经里面说的 事实 这个经文 那大家 不知道有时做事 会不会曾经有些事 是真的很难以取舍 有时 做 又不是 不做 又不是 做不做 都是惨的了 有些甚至乎做了 你已经选错了 A 不是一个好的 choice B 不是一个好的choice 但是两者之间 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 都是一个 下下之惨 那 而很多时候 尤其是执政者 我相信他们更加会 时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像现在 中 中 美 大战战 我相信里面 这个节目就不谈政治 但是我相信 中间也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取舍 在里面 而且定就不止一个 在里面 是一环 扣住一环 不停连锁反应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很需要多点智慧 去令到我们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去作出一些决定 因为有些抉择 就是做了 是回不了回头的 所以呢 希望这一集可以给大家 有一个空断的时间 但是可以大家去 一个反思 想想 其实自己一生日 里面 究竟有多少选择 是正确的 回头一望 究竟有多少选择 是 选择错误 或者那个选择 如果当初不阻碍 这个决定 是 不会有一连串的 骨牌效应 这集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那就是 感谢观看